1995年的《神雕侠侣》因TVB在大陆的大范围推广播出,古千乐和李若同成为了很多人信幕,中开比83版,甚至是有过剧而无不及的经典侠侣。 尽管1983年香港电视制出市冠军《神雕侠侣》中,刘德华和陈玉联采最受金庸认可。 在大陆各个卫视上正式播出时,已经按照影机商要求,重新配上了胡斌和席丽那一演唱的归属来。 但周华剑和齐悦演唱的原版粤语主题曲《神话情话》还是很快流行起来。 这首荣获1995年时大竞歌金曲最受欢迎和唱歌曲讲的《神话情话》,彻底也报了90年代最被认可的金融影视剧主题曲演唱着。 其实用唱作人来说更为合适,周华剑,一位在台湾发展的香港人,那个时期港台流行歌坛中,几乎是平一己之力代表台湾歌坛对抗四大天王的代表。 从1991年开始爆红的《让我花喜让我丢》,到了1993年的花心,再到1994年的《风雨无足》,在当时青少年中,粤语的听四大天王, 国瑜的首选就是周华剑。周华剑与金融制的缘分在1994年开始,那一年台湾版《倚天屠龙记》在内地大范围播出,而此前,无论正少秋版还是梁朝伟版都只是广东等地区小范围地传播。 因此《陶笑地马锦涛》这一版,是大陆很多金融迷第一次看到《倚天屠龙记》。 众多剧泥趁此剧奉献了两个经典。 第一个经典是这一版的《倚天屠龙记》,贡献了一个让人难以忘怀的角色,孙星代演的杨潇。 一感一往复夸导笑表演风格的孙星,此次演出了一个冷军狂卷的名叫《光明佐史》。 观众称看了此剧更能体会一见杨潇如中山。 另一个经典就是剧中的五首歌曲,两首主题曲。 黄瞻的《随遇而安》,和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三首插曲,《新校齐》的《两两相望》,《李立芬》的《爱江山更爱美人》和《成龙》的《你给我一片片》。 巫步传唱一时,说论着其中的佼佼者,当之无愧是周华健的《刀剑如梦》。 周华健的唱功已被热渴,但是他的创作能力,倒是刚刚被歌迷惊艳地发现。 与顾佳辉,黄瞻的《中西合璧》,中式更为突出的风格不同。 少年时尼烈李小龙,温拿乐队的周华健,倒是在台湾的年瑶莫洛和流行乐兴起时成长起来的。 创作的曲风更为西化,歌曲中富含世界性流行音乐,更为时尚,流行的年轻人所推崇。 到了《神话情话》时,周华健已经如日中天, 可是令人没想到的是他与白雪干头又建了一部。 1997年,TVB20世纪最后一次,超大型的金庸武侠剧,制作《天龙八部》播出时。 82版中饰演师竹的黄月华,此发扮演了剧中的主角乔峰。 在内地卫星电视频道的广泛播出,造成了他的超高人气。 将这部剧推向经典的《无疑就有他的主题曲》。 那首被誉为世上最难唱的粤语歌《难念的经》。 一首周华健作曲灵溪作词,就连周华健自己生年之后,都很难再达到高度的歌。 这首生品难以复刻,因为那就是周华健流行音乐生涯的巅峰之作。 因为那是香港词人最后一个高度灵溪,包含了老庄哲学与产经福利的经典之作。 周华健当年演唱诗诗诗用一连串弗拉明歌的快把吉他拉开歌曲序幕。 如今较低难度变成了钢琴稍微舒缓的节奏,变得相对抒情,但依然充满快意江湖的消发气度。 灵溪的词生动地输出了抛尘欲念,远离俗世的主题,用字独白难度堪称一曲牢牙,但却生动立体,又将浪漫武侠与家国情怀,而女情长和英雄侠以完美结合起来。 周华健一曲几乎令人窒息的演唱,快速跌进中还不断高低音转换,如此快地用细细唱准,听霸函唱淋漓,有人称循环播放一天。 小龙十八掌都学会了,但是这首歌的学唱,却达不到周华健一半的演唱水平。 这是周华健风神的一曲,也将金庸影视剧主题曲的创作和演唱,到达了一个令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今晚整个九十年代,前期有台湾大陆合拍的长白山,举石井的雪山飞狐声势隆隆,台湾校园民摇明星阳静黄演唱的片头曲《雪中情》。 罗大佑创作,已经现实的帽子歌后凤飞飞演唱的《追梦人》。 他们在很长时间内都成为在大陆观众心目中金庸剧歌曲创作的新高度。 传唱和经典之术,无以复加。 台湾的武侠剧制作水平,在九十年代,不要于甚至在某种程度上超越了香港,这个某种程度很多时候,就只剩了播出平台和音乐制作。 台湾金牌制作人,杨佩佩制作的九十四版《一天图龙记》,以及《神雕侠侣》和《笑傲江湖的蜂蜜》一时,尤其是这一版的《神雕侠侣》画风突变。 所有版本里依照原著《白衣胜雪》,《清丽托佛的小龙女》变成了一身黑衣,满面封城的单眼屁美女。 据说金庸都表达了不满,但是炒作就此成就了此剧的高收势率。 加上台湾在九十年代中后期,另一位学期,德西莫偶笑人贤奇的主演和那伤心太平洋,仍相有的演唱,台湾金庸剧似乎完全压制住了。 向来引以为傲的武侠剧原产地香港。 但其实在主题曲等传唱上,台湾剧《英国语》与大陆的无差别语言交流有了天然的优势,香港则只能在包装上狠下功夫。 香港在金庸剧的制作上也破下功夫。 在九十年代TVB开始第二轮翻拍照之前,已经有了金庸剧的衍生剧《九阴真经》,南帝被改《终神通王重阳》的播出。 虽未掀起手是狂澜,但依然是口碑之作,几部剧的主题曲也可圈可点,尤其张学又为南帝北盖演唱的《一生不醉行》。 他还为电影《东城西九》翻唱了七十六版社调主题曲《谁是大英雄》。 这两首都是好歌,但在歌声众多的经典制作中并不显眼。 距离周华剑的《刀剑如梦》、《神话情话》和《难念的经》都有着不小的距离。 在整个九十年代,甚至迄今没止了金庸剧制作中,能看与之相比经典地位的似乎只有王家为那部只有片名和人民与金庸有关的东西吸毒。 那里面的那首被称为中国电影配乐史上巅峰制作的纯音乐,天地孤影任我行。 转过新世纪,金庸剧迎来了第三波制作高峰,在绵延至今的重复不断几次翻拍中,恶平如潮。 观众看到土,好像能称上金典二字,这也只有蓝商之作,张继中版《笑傲江湖》。 在最开始播出时吐槽不断到如今却不断分数上扬。 刘怀和王妃的合唱《笑傲江湖》颠覆了既往所有金庸剧影视歌曲的流行音乐创作模式, 民歌演绎加之天籁之音的乱入却真正开创到另一个高度。 可惜的是那之后,制作费越来越高, 画样越来越多,但无论角色演绎还是主题曲的演唱,都没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 在新世纪的第二个时间开始后,金庸剧又快速的在大陆进入了二轮翻拍,却烂据越来越多。 金庸剧越来越成为炒作焦点和收视低点,唯一质量尚可的是2016年20年来第三次拍摄的射调。 主题曲是采用的是83版的铁血单心,至今经典成为了主旋律。 没有创新,就让人越来越怀念周华健的不断反新花样,和创造新高度的神品。 每个人的人生或许都是一部难念的经,称不出来,回味最是经典。 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